明月其实有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在中秋佳节之际 祝我亲爱的小伙伴们 中秋佳节快乐 就在放假的这几天里 网上又出现了几首 破译神曲 一起来听听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那阵子我们的感情 出了一些问题 可是我也不太清楚 问题出在哪里 你面无表情的话语 不说多少意义 就当我求求你 给我一些说你 许松2009年发行的歌曲 多余的解释 莫名其妙地走红网络 歌曲呢原本是写给 女友的一首歌 却被网友改名为 多余的妹妹 紫色的妹妹 听完了整首歌曲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妹妹成了多余的呢 我懂了想给你买一条 围巾怕眼光不醒 随着紧张潮流的妹妹 和我一起和妹妹 说说笑笑话是最近 糟糕情绪 在下一个转角 却和你相遇 她只是我的妹妹 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 金志文最近发行的歌曲 自娱自乐爆红短视频平台 截至目前在短视频平台 创造了32一次的话题播放 在众多的翻唱者中 这位马来西亚女孩的翻唱 尤为动听把歌曲中 无奈和哭笑不得 唱出了甜腻治愈的感觉 这也许就是自娱自乐吧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 就让我喝醉了 唱着歌自娱自乐 开始怀疑了 被爱情记得了 不可奈何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 就让我喝醉了 唱着歌自娱自乐 开始怀疑了 被爱情记得了 无可奈何 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 不如看我的眼眸 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 不如看我的眼眸 最后这首曾经你说 截至目前在短视频平台 创造了37亿的话题播放 歌曲讲述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曾经再没好 也都只是曾经了 说的人早就忘了 听的人还一直记得 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 不如看我的眼眸 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 不如看我的眼眸 用情每分每秒 在身旁为我停留 好啦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